春暖花开季,位于武汉黄河楼下,蛇山南路的辛亥革命博物院,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,是热门的打卡地之一,不少游客前来探寻辛亥手艺遗址,缅怀革命先烈 我觉得对于武汉来说,本来它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,然后在这里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历史的渊源,我觉得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,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到这里 台湾朋友来了,我们肯定会一起到辛亥革命博物馆来参观,振兴中华是辛亥革命先烈奋斗伟大的目标,而实现国家统一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殷切期盼,我期待那一天会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晚,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,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,经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城 次日在湖北资议局成立军政府,并通电全国,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,武昌首义,全国隐从,由此推翻清王朝统治,结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制,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,促进了我们的社会思想的一个解放,为中国革命,中国社会的发展,探出了道路 辛亥革命博物院院长魏德勋称,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,新中会 张诚明确提出,世会之社,专为振兴中华,维持国体起见,这便是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 革命党人就是在他的振兴中华的革命旗帜之下,急速力量,结合而起,爆发辛亥革命,武昌起义,来推翻清王朝的这么一个战治统治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,虽然台湾已经被割让给日本,但台湾同胞始终把台湾的前途命运,与祖国大陆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,积极支持并参与辛亥革命 而辛亥革命的胜利也鼓舞了台湾同胞的革命斗志,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辛亥革命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思想解放,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为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的发展,谈出了道路,成为包括海下两岸战内的前途中华儿女 一个共同的情感纽带 魏德勋表示,辛亥革命集中体现了革命先驱为振兴中华而前赴后继 不怕牺牲,团结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岗为天下先的辛亥手艺精神 这些精神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,在现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我们当下来说,就是能够迎接包括港澳台参内的前提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这么一个共同的我们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的这么一个信心和精神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